欢迎来到成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盘点来自新疆的女星 迪丽热巴颜值被哈尼克兹笔下去了 说起来自新疆的女星 真的好漂亮 个个明艳动人 美得不像话 据说那里的女孩子是 人均迪丽热巴 鼓励那扎的程度 小编认为不至于吧 毕竟他俩的颜值真的很高 不过在看完哈尼克兹的颜值后 真的感觉他们快要被比下去了 蒋欣 作为一名实力派演员的蒋欣 这么多年也带来了不少作品 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 如《甄嬛传》中的华飞 以及《欢乐颂》中的樊胜美 都让人记忆深刻 鼓励那扎 顾励那扎在一众新疆明星中 是气质极好的一位 有着超高的颜值 像一位高傲的小公主一般 佟丽亚 气质极好的还有佟丽亚 颜值真的很高了啊 希望她离开陈思诚后越来越好 麦迪娜 麦迪娜这几年比较让人关注的 应该就是她和丈夫江潮了吧 结婚后的她也更多心心思放在家庭上面了 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不用过多介绍 真的是火出圈了 迄今为止来自新疆的女星中 名气最大的就是她了吧 颜值也是一直最高的 哈妮克兹 一开始看到哈妮克兹的造型时 真的被她狠狠地惊艳到了啊 如此清冷的美女真的存在吗 但她的团队资源好像不怎么行 并没有大火起来 她跟迪丽热巴不是同一种类型的美女 但大众喜欢迪丽热巴的更多一些 来自新疆的女星 迪丽热巴颜值被哈妮克兹比下去了 你是怎样认为的呢 演员赵征娶了我们的童年女神 相爱依十三年龄绯闻 也不看她老婆是谁 2020年上映了一部新的电视剧《新世界》 而在剧中饰演冯青波的赵征大火了 虽然不是正面的角色 但是她却凭着自己还算不错的演技 让观众认识了她 因为赵征虽然是中戏出身的 出道也很早 但是为人一直很低调 也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作品 所以直到《新世界》这部剧播出 我们才重新认识了赵征 初次认识她是小时候看的家庭剧《香章树》 还有《誓言无声》 以及和刘凯威他们一起拍的 继承人都让人记住了她诠释的每一个角色 在事业上 她是一个实力派演员 在感情生活上 她同样是一名实打实的好丈夫 赵征出生于大唐古都西安 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 她的父母都是普通的一线工人 所以为了养活她 一家人生活过得很节俭 还一起住在一个地下大仓库里生活 虽然小时候的赵征什么也不懂 但是偶然一次看到仓库的墙壁上贴着明星的大海报 她就特别想像他们一样 成为大家崇拜的偶像 可是很明显没背景没学识没经验的赵征在吃人说梦 父母并没有理睬她 但是也没有反对 有了这个梦想的赵征 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学习表演知识 更是从什么都不懂 凭着自己的努力拿到了中系的录取通知书 就连父母亲也差点不相信 虽然迈出了赵征梦想的第一步 但是她心中却有一些忐忑和不安 因为一个小白和这些有过经验的同学们 相比肯定是比不过的 更何况颜值方面 中系肯定有很多的帅哥和美女的 不过既然走出来了 就没有回头路可言 大学四年 在别的同学都忙着谈对象 娱乐玩耍的时候 赵征刻苦了四年 努力了四年 不过好在还有人可以看得见 老师对赵征的极高评价让赵征信心百倍 可是从校园出来的赵征却是四处碰壁 演员是一份工作 毕业之后的赵征作为一个新人 不仅没有找他拍戏 就连温饱问题就解决不了 因为没有戏拍 就没有钱赚 哪怕一个小角色拿出来 都可以让赵征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2002年 赵征在成好的介绍下 出演了誓言无声中意战的角色 并且凭着这个角色获得了很多的人气 还一举拿下了新人奖 之后便是有很多导演 纷纷找赵征拍戏 在《香章树》中搭档梅婷 刘灵获得了很高的播放量 在《夜落长安》中 她再一次搭档刘涛 饰演一对情侣 更是让观众看到了她 在事业上稳步上升的赵征 在爱情上确实极为的令人想羡慕 赵征也是挺好命的 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 不过也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好丈夫 她是谢润 是情深深与蒙蒙中的傅文佩 虽然是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色 但是却让很多观众对她印象深刻 赵征和谢润的认识是在《香章树》这部剧中 当时赵征一眼就看上了漂亮大方的谢润 所以她便开始对谢润主动出击 大肆追求 但是谢润苦于四岁的年龄的差距 所以一再拒绝她 一开始并没有同意 但是谢润还是没有抵挡住 这个中年的温暖男子的怀抱 赵征向谢润求婚 但是两个人并没有举行婚礼 而是简单地碰了面 吃了一顿饭 婚后 赵征和谢润共同养育了一个儿子 并且在有了儿子之后的赵征 推掉了工作上的大部分事情 更多地投身在家庭上 甚至儿子使妙这些小事都要亲力亲为 求婚的时候 赵征让谢润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婚后的她也成为了模范好丈夫 她们的誓言也成为了最动情的情话 现在的赵征42岁 和妻子谢润分风雨雨 走过13年的时间 没有传出过绯闻 她对家庭 对妻子 对孩子 对事业都是全心全意地在投入的 虽然曾经无戏可演 但是现在却是夜蒸蒸日上的 虽然很晚遇见爱情 但是却是一生挚爱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 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